结婚第三年,我收到了一张顾墨池和秘书的床照。 酒店大床上,顾墨池双眼紧闭,赤裸着胳膊将秘书搂在怀里。 曾经他身边人都说,我只是顾墨池找来弃苏景云的一个替身。 苏景云温柔大方,美丽高贵,还是富家千金,所以他是白月光。 而我在婚后平淡的生活里逐渐成了蚊子血。 苏景云的订婚宴上,顾墨池失神地摔碎了酒杯。 我还没来得及伤心,白月光和蚊子血就都输给了新鲜感。 我曾说过,如果有一天顾墨池不选我了,我会义无反顾地离开。 我用钥匙打开家门的时候,不出意外地看到了在客厅里等待的婆婆。 她冷着脸,在我左脚进门的一瞬间开始数落,怎么又这么晚回来? 都说了,我们顾家不缺你这点钱,你只需要照顾好墨池就够了。 你那份工作,明天就给辞了吧。 我换上拖鞋,将包包搁在柜子上,一言不发地走到了厨房开始洗菜。 装聋作哑,是我一贯应付婆婆的态度。 许氏说了太多次,也没见效果。 她叹了口气问我,墨池今天回来吗? 我愣了两秒,忽然想起今天还没跟顾墨池发过信息,应该是不回的。 她最近忙着拿下一个国外的项目,成天飞来飞去,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 婆婆眉眼紧皱,你是怎么做妻子的? 连自己丈夫回不回家都不确定。 她说完话便掏出手机给顾墨池那边打电话。 然后,对面显示关机。 我儿子是顾氏集团的顶梁柱,男人在外面做事业,你要做好家里的一切,给他支持才对。 男人工作就是顶梁柱,女人工作是没事找事。 婆婆是懂双标的。 她离开后,我看着冰箱里满满的三层中药,嘴里发苦。 兴许是婆婆打电话催促过。 顾墨池在三天后回家了。 这天正好是周六,她有半天的时间可以陪我。 严格说来,也不算是陪。 婆婆送那些调养身体的中药,是为了能早点抱上孙子。 原本该是酣畅淋漓的男欢女爱,更像是一场公事公办的任务。 浴室稀里哗啦的水声拉回了我游离的思绪。 我穿好衣服到客厅,为顾墨池泡了杯咖啡。 咖啡香散出来的时候,她从身后抱住了我的腰。 下午我有几个客户要见,晚上回来吃饭,你亲自下厨好不好。 被熟悉的香味包围,我浅笑着硬下,好。 顾墨池这人,自小金尊玉贵。 她有洁癖,又不喜欢生人进入自己的领地, 所以家里的地板都是我一寸一寸用毛巾擦干净的。 她喜欢吃我做的饭,说有家的味道,我便不厌其烦,换着花样的为她做饭。 婆婆不喜欢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媳妇,时常刁难。 圈子里她的朋友们那些闲言碎语,还有媒体捕风捉影的八卦。 我都忍下来了。 我在用实际行动证明。 她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 周一上班,我刚准备出门,抬头却看到了茶几上落下的手表。 这只表是我送顾墨池的新婚礼物,过去她每天都带的。 我没多想把表装到包里,打算中午给她送到办公室去。 我当初也在顾氏工作过两年,所以对这里的布局很清楚。 总经理办公室在22楼。 我从楼梯间出来,正好看到外间的秘书在布口红。 见我过来,她也没起身,悠悠将镜子转了个方向继续补装。 听顾墨池说,她新来的秘书是某个合作方塞过来体验生活的大小姐。 自打和她在一起,圈里的少爷小姐们我是见了许多。 附加千金,有脾气也很正常。 她工作上的事情,我一向是不管的。 我刚走到门口,忽然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 墨池,苏景云回来了。 说话之人,是顾墨池的好朋友兼生意伙伴周泽远。 顾墨池没说话,她继续问,当初你出乎意料地选了沈宁,而放弃了苏景云。 大小姐转头就去了国外,现在她说自己要订婚了,还让我给你带了一封邀请函,你去吗? 莫名的,我停下了转把手的动作,想听听枕边人的反应。 几秒沉默后,顾墨池接过邀请函随手丢在了桌上。 她对周泽远说,请你转告苏景云,她的订婚宴,我会和阿宁一起去参加的。 这一刻,我紧紧掐住的手心放松下来,能够一直被人坚定地选择,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 如果有一天顾墨池不选我了,我想我会义无反顾地离开。 苏景云的订婚宴装饰得很豪华,地点在市中心青云酒店。 这里也是我和顾墨池办婚礼的地方。 舞台上俊男靓女互相交换订婚信舞,支持人宣布他们可以亲吻了。 苏景云往我们的方向看了一眼后,含笑着朝南方凑了上去。 他看的人是顾墨池。 我知道。 他也知道。 所以,在我犹豫着想要拉他手的时候,他却失神地摔碎了酒杯。 玻璃落地,发出清脆的碎裂声, 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力。 议论声四起,顾墨池尴尬地换来服务员清扫碎渣。 订婚宴结束后,苏景云带着南方走到了我们面前。 阿朗,我带你认识一下,这两位是顾伯伯的儿子和媳妇, 往后你继承公司,还要请他们多多关照呢。 男人摸了摸苏景云的头,朝顾墨池伸出手, 顾总你好,我叫陈朗,从今天起,就是小云的未婚夫了, 还请顾总多多指教。 苏景云毫无芥蒂,陈朗落落大方。 可顾墨池像是被人定住了,僵硬着没有反应。 我擦擦手心的汗,扯了扯他身后的衣摆,低声喊道,墨池。 他这才反应过来,伸手接话,顾墨池, 这位是我太太沈宁,顾家和苏家交好,有事直接联系就行。 都是场面人,话说得漂亮。 可我分明瞧见,顾墨池嘴角抿得很紧。 这是他不高兴的标志性表情。 三年前,我为了赶苏景云的接风宴,跑太快以至于摔清了膝盖。 他发现后也是用这样的表情替我上药的。 那时候他说,阿宁,你怎么总是这么笨,受伤了也不说。 不过往后不怕了,有我在你身边,我不会再让你受一丝伤害了。 三年后的今天,我小腿上被玻璃残渣滑破,流了很多血。 顾墨池却一点都没发现。 似乎有什么东西,悄悄变了。 从那天以后,顾墨池变得比以前还要忙碌。 我打电话过去,少数时候是关机。 多数时候是一道懒洋洋的女生,都说了顾总在忙,你能不能别老打电话过来。 顾墨池的私人手机,却联络不上他的人,有点可笑了。 我有些生气,准备去公司找人。 恰好这时候,手机铃声响起。 老板说,盛川那边的分公司出了些问题,要我过去处理下。 这些年,我顶着婆婆的压力和顾墨池的不理解一直坚持上班,好不容易才坐到了总监的位置。 若是为了无聊的生气丢了工作,着实划不来。 所以,我给顾墨池发了条回来好好聊聊的信息,火速收拾行李,赶往了盛川。 分公司那边的负责人是老板的远房亲戚。 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分公司今年亏损了五千万。 老板黑着脸,要我去调查清楚,却没说后续怎么处理。 想想都很头疼。 跟在顾墨池身边数年,我也算是略懂些游戏规则。 只是我怎么都没料到,张岐山初次见面,就要带着我去会所舒坦舒坦。 助理小傅瞪大了双眼拦在我面前,激愤道,沈姐和顾总结婚三年夫妻恩爱。 张总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傅跟了我两年,天天说我和顾墨池是现实版本的霸总和灰姑娘。 她在公司带新科CP,连老板都听说过。 我无奈,刚想说什么,却见张岐山暧昧一笑。 沈总,大家都在圈里,夫妻各玩各的不是什么秘密,你这边矜持着,可人家顾总那头早完开了,何必呢? 结婚三年,倒是头一次有人在我面前详细讲述顾墨池那虚假的花边新闻。 我黑脸带着小傅直奔公司,要求查看分公司的财务数据。 财务战战兢兢,只说没有张总的同意看不了。 我冷笑暴毙,公司半年亏损五千万,你又拿不出财务报表,那不如我立刻报警,看看公安局和税务局那边怎么说。 财务被我一下,连忙打开电脑。 我刚坐下看到一半,张祈山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 或许是心虚,怕我看出什么。 张祈山先是明示我可以给我钱,然后又暗示我要多少都可以。 我不揭察,他额角冷汗低落,面上横了起来。 沈宁,你在张氏三年就爬上了总监的位置,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靠着顾家上位的。 顾墨池愿意捧着你,你才是顾少夫人。 信不信,得罪了我,你绝对没有好下场。 张祈山气急,指着我鼻子骂,还很难听。 这就是所谓的狗急跳墙。 不过他这话说的,像是底气很足。 我冷冷看着他,难不成你还有其他后台。 张祈山此时反而镇定了。 他掏出烟点燃,朝我吐出一个烟圈,我女儿张孟然,是你老公的秘书。 张孟然,就是那个穿着暴露美脑子的女人。 没等我接话,张祈山接着说,她现在可不只是顾总的秘书了。 他们一起去了国外旅游,等她回来,你的位置,说不定就要让给她了。 我一直都知道顾少夫人的位置很吸引人。 所以,我忘掉自己讨好顾家人,忍着疲惫照料顾墨池的生活。 我总是想做得再好一些,再完美一些。 却忘记了,这世上本没有绝对完美的人。 在我把张祈山送进监狱之后,我手机上收到了一张顾墨池和秘书的床照。 酒店大床上,顾墨池双眼紧闭,赤裸着胳膊将秘书搂在怀里。 那一刻,我头皮发麻浑身颤抖。 人来人往的酒店大堂,我却没办法维持往日的体面,脚一软直接跌在了地上。 神姐,你怎么了? 小腹着急忙慌来扶我,却因为个子娇小,没能成功。 我笑了笑,擦干眼泪,眼底没有丝毫温度,推开她的手。 我有点腿软,你等我缓一缓。 我就这么在大堂地上坐了十分钟。 手脚恢复力气后,我撑住地面慢慢站了起来。 这段路没人能代替我走下去,我所依靠的也只有自己而已。 回到酒店房间,我抵住门,任由身子再次滑落。 无人的角落里,我终于可以放声哭泣。 或许上一次我还可以自欺欺人,可这一次我再也骗不了自己了。 云城的夜景很美,我在家里窗户边往外看去,美景尽收眼底。 房门啪哒一声,紧接着是繁琐的声音。 顾莫驰回来了。 行李箱滚轮声音摩擦,我心里却再也犯不起半点涟漪。 那天之后,我在盛川多待了三天。 这三天,我把过往和顾莫驰相爱的每一个瞬间都回忆了。 从意外相遇,到公司上下级,再到相爱结婚,我们走得很难。 几乎每个见到我的人,都认为我配不上顾莫驰。 但他总会坚定地站在我身边,给足我安全感。 直到今天,他身上有了陌生的香水味。 我条件反射般隔开了他想要拥抱我的手,冷冷道,顾莫驰,我们需要谈谈。 他满脸惊讶,打趣道,这是怎么了? 是谁得罪了我亲爱的老婆? 跟老公说,我去替你出气。 我不想绕弯子,索性直接把照片摆到了他面前。 顾莫驰,你是把我当傻子吗? 出轨连屁股都擦不干净,还是说,你本来就没打算瞒着我? 看到照片的一瞬间,顾莫驰整个人都僵了。 他急道,明明你听我说,这是个误会,我那天喝醉了,应该什么都没发生。 孤男寡女共处一世托得金光,顾莫驰,你难道是那柳夏会不成? 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一次又一次深呼吸,才能继续说话。 顾莫驰,我们离婚吧。 我曾幻想过,当我跟顾莫驰摊牌的时候,他会试个什么态度? 我想了很多,可他只是在这场对峙中短暂地沉默片刻后,便一脸烦躁地说, 沈宁,我都说了那只是一个意外,你为什么非要揪着不放呢? 他双手插腰,扭头扯开了领带叹气。 我向你保证,你顾少夫人的位子没人能撼动,这样够不够? 我没有接话,只觉得自己从头到脚失去了力气。 认识顾莫驰五年,我忽然有些看不透他了。 那个会因为我喜欢而奔波两小时给我买芋泥蛋糕的少年, 和今天这个要我对他出轨一世装聋作哑的男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时间真的太过可怕。 他总在不知不觉中,让爱人变得面目全非。 顾莫驰说完话后,便自顾自地去洗澡了。 我在客厅愣了很久,最后只拿着自己的所有证件离开了家。 从顾家得来的一切,我都没带走。 不属于我的东西,终归是要放手的。 到了今天,我忽然有点想谢谢自己这自尊不肯认输的性子。 银行卡里,我自己赚来的钱和自己买的房子,成了我不用忍受顾莫驰的底气。 从一开始,我和他之间,本就是公平的恋爱关系。 只是身份不对等,加上局外人的视线,总才让我变得畏手畏脚。 就算离开了顾莫驰,沈宁也还是沈宁。 我关掉手机,在公寓里睡了一个好觉。 前段时间工作做得不错,老板给了我一个月的假期。 如今用这段时间来处理离婚的事情,倒也凑巧。 鉴于顾莫驰业务太繁忙,我直接找律师拟好了离婚协议书签字后,给他送了过去。 熟悉的办公室,他那个小秘书倒是不在。 我本来还想仔细看看他,后来又觉得自己可笑。 都到了离婚这一步,还看那些个脏东西扎眼,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 我把离婚协议书摆在了顾莫驰面前等他签字,关于顾家的财产,我不感兴趣。 所以,我和他之间也没有什么可分割的。 顾莫驰先是震惊,向来进退有度的人脸色阴沉地像个疯子般撕烂了协议书。 沈宁,关于那女人的事,我昨天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 闹。 我摇了摇头,语气平静,顾莫驰,你连夫妻间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 我和你的这段婚姻,自然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在婚姻里,夫妻没了感情,但起码还有责任。 我不排斥身边人爱上别人,因为我知道,一生爱一人的感情太少,至少我从没期待过。 但我绝对不能接受自己的丈夫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 甭管是意外还是其他,都无可原谅。 这是底线。 或许是曾婚后几年,我装得太过,才让顾家人觉得我是个可以揉捏的面团。 也让顾莫驰忘了,我是个宁折不屈的性子。 离开前,我转头看向顾莫驰,既然顾总今天不愿意签字,那我明天会让律师过来一趟。 对了,你那个小秘书还是蛮贴心的,他把你出轨的证据全都发到我这边了。 真闹起来,顾家面子估计不会太好看,你好好想想,我耐心可不多。 为了能顺利离婚,我花大价钱请了业界著名的离婚案律师。 他去了一趟故事,将原本你订好的协议又带了回来。 我还没说什么。 这个素来以冷静著称的绿界魔女周景黎直接怒摔了文件。 欺人太甚。 你说你都找了个什么老公? 分明是他出轨在先,结果到了要离婚这一步,他不仅不愿意签字,还妄想着花钱买通我。 我看了看他仗红的脸,有些想笑。 当初你不是还说羡慕我能找到这么深情专一的男人? 周景黎翻了个白眼,自打做了离婚律师,我就再不相信这世上还有纯洁的爱情。 本以为你和顾默驰是个例外,现在看来,真爱什么的,都是浮云。 我和周景黎大学同窗四年,那个读书时候略带恋爱脑的姑娘,却在职场上渐渐修炼成了灭绝师态。 当初拟定协议的时候,他对我不争取财产的行为是劝解在劝解。 你说说你什么都不要,这几年的青春不都是喂狗了吗? 为了让我改主意,他甚至还列举了自己在离婚官司里争取财产的无数成功案例。 他的提议被我拒绝了。 在我和顾默驰的这段婚姻里,我虽然跟他没有多少物质牵扯,但我的吸血鬼父母和弟弟却是拿了不少好处的。 当初顾默驰为了娶我,朝家里要户口本的时候,我父母狮子大开口,要了一套别墅和两百万现金。 他们为了钱卖女儿,都不带一丝犹豫的。 我忽然想起,我这都要跟顾默驰离婚了,有些东西也该清算了。 我把离婚协议拍下发了个朋友圈,甚至还贴心地爱特了顾家所有人。 几分钟后,顾母的电话过来了。 没有我想象的责骂,反而是关心,宁宁,你跟默驰之间有矛盾,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个地步吧。 我们顾家在圈子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什么事私下说,你赶紧把朋友圈删了。 顾母说话声音柔和,但一气直实的语气如常。 手机里不断有电话打来,我笑着回应,伯母有时间找我,不如去劝劝顾默驰, 她一直扛着不肯签字的话,我和她只能诉讼离婚了。 到时候,顾家的面子里子恐怕都不会有了。 挂断顾母电话后,我把后面打来的电话也挂断了。 那边气急败坏,一条又一条短信进来。 不用打开也知道,是我那只喜欢儿子,认为女儿都是赔钱货的父母生气了。 顾母在我这里吃瘪,只不定找了她们要收回顾家给出去的东西。 这些年,她们没少以我的名义朝顾家伸手要钱,害得我在顾家亲戚面前抬不起头。 如今我要跟顾默驰离婚,摇钱树没了,她们岂能甘心? 不甘心的话,她们和顾家指不定怎么互相攀咬。 我只需要等顾默驰耗尽耐心,再顺水推舟。 果然,在这之后不久,顾默驰上门了。 以顾默驰的实力,她能找这里,我毫不意外。 两房公寓和顾家比起来,寒酸得不值一提。 顾默驰神色冷峻,薄唇锦敏,极力压抑着怒气,沈宁,你父母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乖乖回家,否则的话,后果你知道的。 我表示无所畏惧,甚至还有点高兴。 顾默驰被我气走的第二天,她就出现在了杂志头条上。 西装革履的男人手里牵着一个女人,两人在街角肆意亲吻,分为仪女。 记者拍到的角度,正好是顾默驰清晰的正脸。 杂志首页硕大的标题写着,顾氏集团总裁顾默驰令结新欢。 据知情人透露,她和前妻的离婚正在进行中。 人们对八卦总是有无限热情的。 过去人人都加我一声顾少夫人,现在人人都只想看我的笑话。 其中最着急的,还是顾默驰的小秘书。 明亮的咖啡店内,张梦然丝毫没有羞耻心地,开口对我说道,默驰已经不爱你了。 你还死撑着不肯离婚,有意思吗? 挺有意思的。 看这姑娘的反应,她竟然不知道是顾默驰不肯签字来着。 我本来还发愁,看到她瞬间来了灵感。 哼,我和默驰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默驰和妈妈一直都盼望着孙子。 等我怀孕了,她一定会回归家庭的。 提到孩子,张梦然眼神亮了。 她轰得站起身来,你别做梦了,我一定不会让你如愿的。 这小姑娘可爱的,自己爸爸蹲监狱了,还有心情抢男人。 有我这么个前车之健在,她还敢往顾默驰身上扑。 看来脑子是真不好使。 脑子不好的张梦然办事效率挺快。 她爸进了监狱,她竟然还能找到人帮忙伪造怀孕的诊断书。 挺有本事的。 为了让我识去签字,她甚至把诊断书也发给了我。 贴心的,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带着所有证据和律师一起上门,顾氏员工应该都清除了我和她之间的恩怨,个个避我如蛇蝎。 办公室门口的秘书换成了个男人。 她刚进去通报,门口又来人了。 张梦然挽着顾母出现,二人感情如母女,一般和谐。 看到我的时候,顾母脚步微顿,笑容瞬间消失。 你来干什么? 我指了指身边的周景黎,浅校,带律师来找顾墨池谈离婚,她一直拖着不签字,让我很烦。 我和顾墨池独处时,大多事都是我在妥协。 拖顾母和张梦然的福,我有幸见识了一把她焦头烂额的样子。 听说是她不肯离婚,张梦然当即哭得梨花带雨。 墨池,我们现在孩子都有了,你难道要让她做一个私生子吗? 才检查出来,张梦然就知道是儿子了。 牛啊! 顾母被她带节奏,瞬间怒了。 没错,我的孙子怎么能是私生子? 你和沈宁结婚三年都没怀孕,一定是她不能生,我早说了。 她配不上你,你就是不信。 不是,我人在办公室坐着,怎么说话还带人声攻击的。 两人一个哭一个闹,直接把顾墨池整暴躁了。 她冷冷看向我,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我撕掉原本准备好的协议书,一字一顿道, 不是,我改主意了,离婚可以,我要五千万。 顾母骂了我三十八个字,四舍五入,再加上四千万不太吉利, 所以,我跟她要五千万,很合理了。 顾母为了抱孙子,五千万连砍价都没有直接转账给了我。 而顾墨池为了顾氏集团,还是选择妥协了。 她是个骄傲的人,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低头,这点我很清楚。 成功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我并不难过,反而有一种解脱的坦然。 我和周景黎喝了很多酒来庆祝我恢复自由之身,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顾墨池蹲在门口抽烟。 从地上的烟蒂来看,她应该等了很久, 或许是闻到了酒味不舒服,她眉头紧皱, 沈宁,我记得,你很久都没喝酒了。 结婚三年,我喝了三年的中药,还为此戒掉了很多爱好。 沈宁,你是不是因为难过才不是? 我打断顾墨池的幻想,笑着解释道, 我是因为高兴才去喝酒的,离婚这件事, 带给我的快乐,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那些束缚住我的枷锁,终归是没了。 我可以因为爱情结婚,也可以因为不爱了离婚。 这都只是人生的一种选择。 选择错了,但我的人生没有错。 不做顾少夫人后,我还可以做回沈宁。 从小到大,从现在到未来,沈宁会一直爱自己的。 得知我离婚的消息后, 我妈直接带着我爸和沈辈杀到了公司。 她是个没读过书的乡下女人, 一辈子的手段都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前台被她吓得劝也不敢劝, 只能给我打电话求援。 我刚露面,我爸直冲上来, 仰手给了我一耳光。 死丫头,没我们的同意, 你竟然敢跟顾家离婚? 现在好了,家里房子车子都被顾家抢回去了, 你叫你弟弟后半辈子怎么办? 无论什么时候, 他们心里眼里都只有自己的宝贝儿子。 他们不关心我为什么离婚, 也不关心我有没有受委屈。 旁的姑娘结婚后过不好, 还能回娘家哭诉, 我要是回去哭诉, 保管只会得一句活该。 伸手擦掉嘴角的鲜血, 我冷冷看向沈连山, 当初你们卖女儿拿钱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我和顾墨池会离婚? 说好了,老死不相往来, 不管沈辈以后是要饭还是做什么, 都与我无关。 你想得美, 我告诉你, 你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了, 人家那边要求的房子车子, 还有六十万彩礼都得你来出, 你马上转钱给我, 不然我就不走了。 公司同事兴许是没见过乡下人撒泼, 一个个的都挤在门口看热闹。 我正头疼要不要报警, 老板来了。 他邪逆了一眼我爸妈, 随后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几分钟后, 大楼保安上门直接把三人拖走了。 为了防止他们再来闹事, 保安那边直接把三人的照片打印出来, 贴在了公告栏上。 云城消费很高, 他们找不到我早晚会回老家的。 至于沈辈能不能娶到媳妇, 我一点也不关心。 他们卖了我一次, 我绝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经此一事, 我也失去了在公司上班的兴趣。 左右不缺钱, 我索性离职在家附近开了个咖啡店。 咖啡店开业那天, 苏景云带着几个朋友上门来光顾我的生意。 我本以为他是来看笑话的, 却没想到他真是来给我送钱的。 圈里就那么些新闻, 顾家的事发生没几天后, 大家都一清二楚。 他说要祝贺我, 这么些年终于看清了顾墨池的真心。 当初他和顾墨池之间, 其实只是有个小误会。 心高气傲的千金小姐和天子娇子男朋友闹脾气, 结果对方不仅不来哄他, 反手找了个跟他相似的替身。 在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替身的时候, 苏景云却从没这样认为。 他看得出来, 顾墨池对我上了心, 一如当初对他那般。 所以, 他毫无留恋地去了国外, 又在要结婚时回到云城。 他订婚那天, 看顾墨池的那一眼, 其实是在看我。 他说, 我和我们最初见面那次相比, 变化很大。 苏景云递给我一张照片, 是订婚那天摄影师抓怕的。 照片上, 我一脸惊慌无措地看着顾墨池, 整个人无比黯黯淡。 在顾家那几年, 我衣食无忧, 但整个人患得患失, 没一点安全感。 苏景云离开前看着我道, 沈宁, 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 但我还是要祝贺你, 在离婚后找回了自己。 再次见到顾墨池, 是因为我店里请了个兼职生。 男大学生家庭困难, 自力更生打工。 顾墨池看见我跟他说话, 不分青红皂白便把人打了一顿。 医院走廊里, 我忙前忙后缴费, 折腾到半夜, 却见他还等在楼梯口。 明明, 我, 在他开口前, 我直接打断道, 顾墨池, 说实话, 我对你很失望。 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对他说话, 但真的很爽。 顾墨池总是很自信, 自信我离不开他, 自信我会包容他的一切。 当他发现这一切并没有如他所愿一般发展时, 他慌了。 顾墨池喉结上下滚动, 黑色的毛子渐渐染上红韵, 他垂下眼自嘲般地说道, 从前我总觉得是你离不开我, 离不开顾家。 所有人都说你嫁给我是占了大便宜, 我一开始真的没这么认为。 可后来, 我慢慢也变了, 我找借口让你从故事离开, 本来想把你圈养在家, 可你一直执着不放弃工作, 我曾经不懂, 但我现在明白了。 你从一开始, 就没有真正爱过我是吗? 爱这个词, 太梦幻了。 它可以属于任何人, 但绝对不会属于一个从来没得到过爱的人。 那时候我刚毕业, 被家里捏住了工资和户口本。 我想逃离, 所以在顾默池求婚的时候毫不犹豫。 可以说, 我的确利用它来摆脱了原生家庭。 我能给予顾默池的, 只是我人生微不足道的一份感情。 如果它一直保持下去, 或许我能在往后的人生里学会三份爱。 但很可惜, 它没做到。 人们总是在失去后才开始后悔。 但这有什么用呢? 事情做了便是做了, 没有重来的机会。 即使不是张梦然, 未来依旧还有李梦然, 陈梦然。 我防不过来, 索性斩断一切。 我是我自己的信徒, 并发誓永不背叛。 成年人的体面来自于不纠缠。 那次过后, 我删除拉黑了所有和顾佳有关的人。 我彻底脱离了他们所谓的高阶圈子, 回归凡尘。 只有苏景云时不时喜欢来咖啡馆小作。 订婚后不久, 他和陈朗就举办了婚礼。 我本以为他们是真爱, 结果两人婚后都是各玩个的。 订婚宴上的那一出都是作戏。 豪门联姻, 大家面子上能过去就行。 他一身昂贵地装扮点了杯十八块的拿铁, 还要占我一个四人桌。 我没好气喊他喝完快点走, 他欣赏了一番自己的美甲, 慢悠悠地说可以用顾佳的消息来交换。 我其实不感兴趣。 但他说顾母被气病了, 我一屁股坐了下来。 不为别的, 单纯是爱热闹。 原来, 张孟然那张怀孕诊断单是自己伪造的。 顾母盼了很久抱孙子, 成天忙前忙后照顾张孟然, 能给的都给了, 结果成了个大笑话。 这不, 一气之下把自己搞进医院了。 顾母让张孟然还钱, 结果那女人撒泼, 说是顾墨池不行。 为了证明是顾墨池的锅, 他跟别的男人睡了, 不出三个月, 真怀孕了。 顾墨池被他一闹丢了面子, 失手把人推下台阶, 孩子没了。 后来, 顾家赔了好大一笔钱, 才把这女人送走了。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这事件的精彩程度, 拍成电视剧, 都得四世纪打底。 听说顾母住院的时候, 一直嚷嚷着顾墨池把我找回来。 苏景云笑着问我, 顾少夫人的位子, 你还要不要了? 我起身送客, 皮笑肉不笑, 你这陈家少奶奶, 当得是不是太闲了, 没事抓紧回去。 离婚第三年, 我和一个男大学生恋爱了。 苏景云说得没错, 男大学生果真体力好有活力, 一口一个姐姐叫得让人心花怒放。 他们图我有钱, 我图他们年轻, 大家各取所需, 不谈感情, 一切都很美好。 生活不是狗血剧情, 男女主离婚了都过得很惨。 偶尔我也能在杂志上看到顾墨池的消息, 故事企业在她的带领下, 越做越大了。 八卦杂志说她身边围绕着女魔, 明星, 各色各样的女人。 苏景云却说她诉得都快出家了。 电视访谈上, 我看着她手腕上带了一串佛珠, 那是我当年特地去寺庙里求给她的礼物, 却被她嫌弃不符合身份而丢在柜子里击挥。 眼角水光滑过, 我恍然察觉, 原来我对她付出的真心不止三分。 如果当初没等我继续回想, 厨房里的人伸出脑袋看向我, 姐姐, 螃蟹你想吃清蒸的还是辣的? 我吞吞口水, 今天有点燥热, 吃辣点出出汗。 我大着肚子在医院产检那天, 顾齐泽打电话来要离婚。 依依, 抱歉, 我没办法放下她不管。 她以为我会哭会闹会就纠缠, 但我就一个条件, 孩子归我。 后来, 她红着眼将我堵在墙角, 你和我结婚, 是不是只是因为想要一个像她的孩子? 不然呢, 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 恭喜啊方医生, 孩子已经八周了, 很健康。 我起身穿好衣服, 看着手里的运简单, 心里止不住的甜蜜。 真好。 阿泽, 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 刚想要和顾齐泽分享这个好消息, 却突然接到她的电话, 我晚上要晚点回去, 你自己打车回去吧。 还未等我回复,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甜美的声音, 阿泽, 你快点。 我愣了一下, 还没开口说话, 电话就被挂断。 直到深夜, 我才听到外面开门的声音, 起身走出卧室, 顾齐泽正在在玄关换鞋, 看到我出来愣了一下, 你怎么还没睡? 我接过她手上的外套, 替她拿出拖鞋, 睡了的, 刚刚听到你回来才醒的。 我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枝子花香水味。 第二天晚上, 她依旧没有回来, 也没有任何电话, 我担心她的身体, 想了想, 还是给她的助理。 朱莉发了一条短信, 信息刚发出, 客厅的门就响了, 顾齐泽一身的酒气, 被朱莉搀扶着。 嫂子, 甲方那边今晚有些难伺候, 贺总喝多了, 车子我给您停地下室了。 朱莉穿着一件黑色抹胸吊带裙, 动作间隐隐透露出一些风光。 顾齐泽醉眼朦胧, 我和朱莉两个人合力将她抬上了床。 顾总我给您送回来了呀, 药也吃过了, 我看着她一晚上了, 现在完毕归照, 我回去了。 一边说着, 一边拢了龙有些凌乱的头发, 我很清楚地看到她嘴角有些糊掉的口红, 不动声色地接过了顾齐泽的西装外套, 上面还有朱莉身上淡淡的白茶香水味。 真是麻烦你了。 我笑了笑, 有些晚了,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你一个女孩子打车太危险了。 朱莉也没推辞, 跟着我一起上了车。 乔一回来了。 路上, 朱莉突然冒出来这句话。 我愣了一下, 脑中思索了一会儿, 才想起来乔一是谁。 尴尬地笑了笑, 是吗? 那有时间, 我和齐泽请她吃顿饭吧。 朱莉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忽然低头笑了, 怪不得贺总会和您结婚。 这份心性果然是非常人能人。 我打了一把方向盘, 无声地笑了笑。 我就当你, 这是在夸奖我了。 谢谢。 朱莉下车之前又看了我一眼, 目光似乎是有些计较。 我做不到您这样, 所以我甘拜下风, 也希望您可以一直如此大度。 我微笑着向她点点头, 然后掉头回家。 回来的路上, 我猛然想起 今天的那条短信和那个女人的声音。 电话中的那个女人应该就是乔一吧。 昏黄的路灯 有些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港片滤镜一样, 莫名有些悲伤的风格。 回来之后, 我把车停好, 忽然想起 上次给顾齐泽买的虚厚水 落在副驾抽屉里, 转身开了副驾的门, 却发现里面多了一个黑色钱架。 我打开来, 里面是年轻的顾齐泽 和一个女孩子的合影, 美好纯真, 充满朝气。 照片左上角写了一串文字, 周一顾齐泽旁边是一个大大的爱心。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许久, 照片上的顾齐泽真年轻啊。 原来她真正开心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这钱包是从哪里来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朱莉说的那个乔一和照片里的这个乔一, 以及电话中的那个女人, 是同一个人。 我将照片带回了家, 顾齐泽还在睡着, 被子已经掉了一大半, 整个人只剩被脚勘勘, 遮住她的腹部。 我看着她眼角的那颗痣, 想要抬手去触碰碰到的一瞬间收了回来。 心跳不是是她的, 体温也不是, 那曾经熟悉的肌肤脉络纹理早已灰飞烟灭, 涂流一颗熟悉的肋质。 我拉开衣柜将运简单塞入自己的包里, 然后拉开了旁边的抽屉, 将钱包轻轻放了进去。 抽屉里早就被各种小物件塞得满满当当, 有钥匙扣,有照片, 还有一大碟车票和机票。 全都是顾齐泽当初和乔依在一起石流下的东西, 光车票就有不下百张。 她一直不舍地扔, 保存得妥妥贴贴。 我想起送朱莉回来的半路上收到了她发来的信息, 是几张照片。 顾齐泽的办公室里, 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和她站在一起, 长发如铺, 巴掌大的小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急了一道弯跃。 两人不知在说什么, 女人亲密地挽着顾齐泽的胳膊, 而男人则是一脸宠溺地看着她。 该说不说, 你笑起来的样子简直和她一模一样。 朱莉跟着补了一句话, 我看着照片上男人的侧脸, 你笑起来的时候也是这么好看的呀。 第二天睡醒, 拉开大衣柜找衣服的时候, 忽然想到昨晚的那个钱包, 想了想还是说了句, 你车里的钱夹我给你拿回来了, 放在这个抽屉里。 身后穿衣服的声音顿了一下, 我也没在意, 继续翻找着自己的衣服, 继续说道, 下次不要放在车里, 很容易就丢了。 顾齐泽滴地摁, 那一声便不再说话, 房间的气压瞬间变得有些低。 原本想问昨天的事的, 话到嘴边却突然拐了个弯。 对了, 听说乔一回来了, 我们两个要不要请他吃顿饭啊? 你抽个时间在外面, 或者是来家里。 话音刚落, 房间里的气温变得更低了, 我转过身看他, 顾齐泽没有说话, 只死死地盯着我, 眼神里闪烁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怎么了? 我有些疑惑。 顾齐泽深吸了一口气, 你要是生气, 就冲着我来, 依依乔一他刚回国, 而且还有很严重的抑郁症, 你不要去打扰他。 我扑得一声笑了, 心底却渐渐升起一阵荒凉, 我深深地感觉到, 我可能连这最后心跳声都要失去了。 好, 我知道了, 第二天开车走到半路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习惯性地替他按下了车在接听, 电话那头瞬间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 阿泽我有点不舒服, 你能来陪陪我吗? 车内的空气一致, 我这才看了一眼显示屏上显示的署名是Joy。 我从后视镜看到顾齐泽有些不自然地 轻了轻嗓子解释道, 我在开车, 等会儿说。 电话那头的人不一, 不想挂电话, 声音有些委屈。 阿泽, 人家真的好难受, 我在这边只认识你一个, 我一个人真的好害怕。 顾齐泽的脸色越来越黑, 握着方向盘的手捏得有些发白, 我怕他激动, 赶紧拍了拍他的手背, 别紧张, 你就把我放在这吧。 这里离医院不远了, 我自己就能过去, 你先去乔小姐那边吧。 顾齐泽没吭声, 但还是慢慢将车停到路边, 将我放了下来。 我站在路边目送他的车, 像离闲的剑一样窜了出去, 犹豫了一下, 还是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让他注意身体, 不要太激动了。 意料之中, 我没有收到回复。 上班的时候, 我正在给病患看片子, 门外闯进来一个人。 我抬头看到是顾齐泽, 满脸焦急的模样, 眼角的那颗痣也在微微跳动, 快, 依依出事了, 你来看看。 我连忙安慰他, 让他不要着急, 然后将手上的病患 交给另一位医生, 跟着顾齐泽出去了。 急诊室里, 我第一次看到了真人版的乔医, 只见躺在病床上的乔医已经醒了,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眉头紧皱, 眼角湿润, 还挂着点点泪珠, 一副脆弱到极致的模样。 接诊的医生病人试图割腕自杀, 但是幸好没有伤及大动脉, 抢救及时, 现在已经没事了。 闻言, 我又仔细检查了一番。 检查的时候, 乔医看着我的眼睛, 忽然笑了一下, 轻声说了句, 原来和阿泽结婚的人是你呀。 我疑惑地看着他,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他喃喃了一句, 我没听清, 俯下身贴近他, 他又重复了一遍。 阿泽爱的不是你, 只是因为你长得和我比较像而已。 我轻笑了一声, 拍拍他的肩膀, 别担心, 没事的, 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我让齐泽留下来陪你。 说完便起身, 走向顾齐泽, 别担心了, 我检查过没什么大问题, 这几天要注意多休息。 听到我的解释, 顾齐泽的表情明显松了一口气, 冲我笑了一下, 谢谢。 急诊室的人都用一副怪异的眼光看看我们, 又看看乔伊。 我拍了拍他的胳膊, 提醒他注意身体, 身后传来乔伊娇滴滴的声音。 阿泽, 不要离开我, 我现在好难受, 头好晕。 我清楚地看到, 顾齐泽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回到诊室之后,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乔伊给我发的, 方依依, 你抢不过我的, 你把阿泽还给我吧。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 相爱八年, 我不能失去他。 我叹了一口气, 回复道, 那你当初为什么扔下他一个人去国外呢? 他很快回, 我也不想, 可是我妈逼着我离开他, 我能怎么办呢? 国外那些年我始终忘不了他, 所以我回来了, 可是他却和你结婚了。 我有些无法理解, 他这话的意思, 就好像是我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一样。 我不想再回复, 可是接下来, 他却一直给我发短信, 求求你别霸占他了好吗? 你心里明知道他爱的不是你, 你也心知肚明, 只要我想, 他随时能陪在我身边, 你抢不过我的, 不断地要求甚至是威胁, 你和他离婚吧。 他又不爱你, 我求求你放过他吧, 否则我真的会死的。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婚, 你前男友和阿泽藏了七份像, 特别是眼角的那颗痴, 你前男友刚出事, 你就出现在阿泽身边了, 你说这件事巧不巧? 我用力捏着手机, 眼眸再一瞬间暗淡下来。 午休的时候, 夏青来了, 见到我的第一面就是质问, 急诊室那个乔伊怎么回事? 现在医院里面都在传你老公和那个白莲花。 我从一堆病历本中抬起头看着他, 乔伊是他前女友。 想了想, 似乎说得不太对, 又补了一句, 据说还是顾齐泽的白月光。 夏青皱着眉头看着我, 现在医院里的人都传疯了, 顾齐泽这样做也太过分了, 丝毫不顾你的脸面, 再怎么难忘, 那也是过去的事了, 你们才是合法夫妻。 我看着他笑了笑, 好了, 别生气了。 你也说了, 我和齐泽才是合法夫妻, 乔小姐刚回国, 齐泽照顾一点是应该的。 夏青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难道你一点都不生气吗? 那可是你老公, 生气又能怎么办呢? 人总不能总是和自己过不去吧。 夏青突然不说话了, 默默地盯着我。 我被看得有些甚得慌, 怎么了? 干嘛这样看我? 如果, 我是说如果, 顾齐泽因为乔一跟你离婚怎么办? 你现在可是还怀着孩子呢? 我抚摸着平坦的腹部, 心里突然很满足, 这就够了。 青青, 即便顾齐泽要和我离婚, 我有这个孩子就行了, 这是我和阿泽的孩子, 可她是顾齐泽。 依依, 你说实话, 你到现在是不是还在把顾齐泽当其夏青? 我打断了她接下来的话, 定定地看着她, 夏青,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现在, 只想孩子平平安安的。 夏青的神色变得悲伤起来, 长久地沉默之后, 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何至于此? 我看着窗外, 夏天都快到了, 空气都已经开始潮湿起来, 连带着眼眶也被沾染了点点潮溢, 因为, 我实在是不知道, 该用什么理由, 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第二天正在查房的时候, 医院突然变得骚动起来, 我问路过的小护士怎么了, 302的病人要跳楼, 我愣了一下, 赶紧和人群一起上了天台, 顾齐泽已经在了, 脸色煞白地看着台上的乔衣, 嘴唇也失去了血色, 消防员已经铺好了气垫, 有人再劝乔衣下来, 手腕上的绷带也被解开了, 脸色煞白, 看到我来了之后, 痘大的眼泪汹涌而出, 顾齐泽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温柔地劝说道, 依依, 我来了, 下来好吗? 我带你回家。 乔衣流着泪摇头, 哪里才是我的家呢? 妈妈走了之后, 我在这世上最后一个亲人也没了, 你也没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顾齐泽摇着头不停地解释, 不是的依依, 你不是一个人, 你先下来, 我带你回家, 我娶你, 我会离婚娶你。 乔衣还在犹豫, 被顾齐泽一把拽住, 拉进怀里, 紧紧抱住了他。 所有人都瞪大了, 双眼看着这一幕。 我静静地站在那, 听着乔衣虚弱地哭诉, 阿泽,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该,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顾齐泽没有说话, 只紧紧地抱着他。 我在后面看得分明, 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我坐在病房外面的凳子上等着顾齐泽, 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都朝我头来怪异的眼神, 有同情, 有不解, 我就坐在那闭着眼睛, 大脑一片空白。 过了好一会儿, 顾齐泽才出来, 在我身边坐下, 我摸了摸他的脉搏, 没有任何异常放下心来。 我刚刚问过了, 伤口没事, 这几天要好好休息, 他这一茶接一茶地接连进医院, 对身体损伤很大。 顾齐泽嘀嘀地恩了一声, 我看他心情不好的样子, 本想再叮嘱两句的, 还是咽了下去, 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在他身边。 我们离婚吧。 顾齐泽突然冒出一句话, 我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反应了过来。 你决定好了吗? 嗯, 我不能眼看着他去死, 我只能对不起你。 小腹突然抽了一下, 我俯了俯肚子, 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 好, 我答应你。 顾齐泽去缴费, 我进去看着乔一, 他悠悠地说了句, 我说了, 你抢不过我的。 我无声地叹了口气, 我从来都知道, 我永远都不会被顾齐泽选择。 就像我, 也从来都不会选择他一样。 我伸手给他噎了噎被子, 快睡吧, 你现在要多休息。 乔一住院的这几天, 顾齐泽寸步不离地照顾他, 惹得下青破口大骂, 什么东西啊? 你们还没离婚呢? 就霸着别人的老公了? 动不动就哭, 家里办白事呢? 这么爱哭。 我拦了好几回, 不许他去找顾齐泽的麻烦。 别人不知道, 但是我清楚, 你这样苦着自己, 他要是知道了, 得多心疼啊。 我笑了笑, 我不要他心疼, 我只要孩子好好的。 夏青摇着头叹气, 冤灭啊。 乔一出院的那天, 我和顾齐泽办理了离婚。 帮乔一办出院的时候, 他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看着我, 即便你们结婚了又怎样呢? 我只要动动手指, 阿泽就会回来, 你怎么跟我抢啊? 我愣了一下, 笑着回应他, 乔小姐, 我从未想过要和你争抢。 乔一一下子坐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施舍我吗? 我没有任何意思。 我在恭喜你。 我从口袋里掏出离婚证, 恭喜你, 得偿所愿。 等到他们都走了之后, 我又去检查了一下身体, 结果显示一切正常, 我欣慰地摸了摸小腹, 心中充满了满足感。 我只要这个孩子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就行了, 其他的, 我都不在乎。 我手里拿着运简单, 一边走一边看, 没注意前方来人, 被撞了个猎切。 被面前的人扶了一把, 才不至于摔倒在地, 我连忙护住肚子, 身怕出现意外。 我刚要道谢, 却心里一紧。 来人正是顾其泽, 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此刻的他正皱着眉头, 紧紧盯着我手中那张薄薄的胆子。 我想要不动声色地收起来, 却被一把攥住手腕。 我回来是想打声招呼的。 说着, 便一把将运简单夺了过去。 我忽然有些紧张, 想将单子拿回来, 却被顾其泽死死拽住。 你怀孕了? 声音有种虚无缥缈的怪异感。 我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 将运简单拿了回来。 本不想再理会, 可顾其泽却跟了上来。 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转身看着他, 说不说, 有什么区别吗? 顾其泽, 这个孩子是我的, 你别想打他的主意。 说完便想赶紧离开, 却被他攥住了手腕, 这也是我的孩子, 我是孩子父亲, 我有知情权。 我用力挣脱他的质骨, 却丝毫不起作用, 无奈之下, 我放弃了, 看着他的眼睛, 顾其泽, 我们已经离婚了不是吗? 顾其泽神色一阵, 手劲稍微松了一点, 我趁机挣脱开, 离他一步之遥。 乔小姐正在等着你, 不要再去伤害任何人了。 说完快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而顾其泽也没有再追上来。 出于对我的愧疚, 离婚的时候顾其泽给了我一大笔钱, 足够我安稳度过余生。 我将顾其泽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也从医院请了长假, 准备安心养胎。 我不想纠缠过去, 也想好好规划我和孩子以后的生活。 孩子慢慢长大了, 我的肚子也一天比一天圆滚起来。 我开始着手准备孩子的异音物品。 最近, 我开始亲手给孩子织小袜子和小帽子, 跟着网上的教程拆拆解解。 夏青也经常过来看我, 和我说着医院发生的事。 你不再都没看到, 顾其泽的那个白月光动不动就生病, 都快常住医院了。 你那个前夫一开始还紧张地亲自照顾, 现在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了。 我专心勾着手里的毛线外, 有个拐弯的地方始终弄不好。 我就知道他是个白眼狼。 出事需要人的时候, 一个跑了, 一个就花言巧语对你百般讨好, 现在人好了, 就一脚把你给踹了, 真是天生绝配的渣男贱女。 对于离婚, 我没有夏青那么大的愤恨, 顶多会有些遗憾。 离婚之后, 我的手机经常会接到陌生电话, 回拨回去的时候, 另一头又没有任何声音。 我心里瞬间就明白了, 自那之后, 再有陌生电话, 我全当没有看到。 夏青继续叽叽喳喳地说着, 那个乔一还是用自杀的手段 逼顾其泽结婚。 奇怪的是, 这次顾其泽还挺硬气, 硬是没答应。 我顿了一下, 没有抬头。 我真的很好奇, 鸽腕难道不痛吗? 流那么多血, 这样想想还挺佩服那个乔一的。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她, 那要不你去试试。 夏青称怪地看了我一眼, 忽然正色道, 不过最近你那个便宜前夫 经常往医院跑, 倒不是去看乔一的, 我听护士长说, 好像在打听你的事。 我皱了皱眉头, 打听我的事。 什么事? 夏青欲言又止, 想了想还是告诉我, 好像是在打听你进医院之前的事。 我紧紧皱着眉头, 她打听这些做什么? 不知道, 你说, 她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可能是因为怀孕, 我的经历远不如以前, 不想去深究她知道了什么, 知道就知道了吧。 现在我和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从医院回来之后, 在家门口看到顾齐泽站在家门口, 浑身上下浓重的酒精味。 我皱了皱眉头, 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退。 细微的动作, 好像激怒了顾齐泽一样。 她朝我大步走来, 一把将我拽过去, 劈头盖脸地吻了下来, 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 我嫌恶地试图逃离她的包围圈, 却又被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顾齐泽, 你发什么疯? 顾齐泽忽然开始大笑, 指着自己的眼角, 方依依, 你到底是在意我还是在意我的脸? 我难道还不如一颗痣吗? 说着, 顾齐泽的眼眶渗出两滴眼泪, 你太狠了, 将我耍得团团转。 我的血液一点点地冷下来, 用力挣脱她的手, 离开她的包围圈, 静静地看着她。 你不是齐远泽, 你只是和她有些相像而已, 你摸着自己的心说, 你当初和我结婚, 难道不也是因为这个吗? 顾齐泽大笑着流着泪, 好啊, 好啊。 方依依, 你厉害, 你赢了。 说着, 便一步一步地后退, 慢慢离开了我的视线。 自那之后, 家门口会突然多出很多东西, 水果, 营养品, 无一例外, 全都是孕妇专用的, 还有很多婴儿用品。 我全部都让夏青帮我还了回去, 不想再和她有一丝牵扯。 产检这天, 我刚走出检查室, 斜地里就冲出来一个人, 拽着我的胳膊, 开始疯狂拉扯。 是你? 是你对不对? 是你让阿泽不答应和我结婚的是不是? 方依依, 你是不是贱啊? 都离婚了, 还勾引男人, 你是不是离不开男人? 尖锐的嗓音吸引了大厅所有人的目光, 我来不及解释, 只顾护着肚子, 被乔一拽着胳膊, 连拖带拽站到了大厅中央。 就是这个贱人, 勾引我老公, 破坏我们的感情, 还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呢? 一点医德都没有, 现在我老公都不理我了, 都是因为这个贱人。 乔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 扯着我的胳膊让我动弹不得。 我稳住身形, 这才看到原本精致如同洋娃娃一样的乔一, 现在整个人却瘦骨临寻, 面容枯搞, 头发乱糟糟地披在肩头, 整个人如同鬼魅一般。 周围的人群开始对我指着点点, 太缺德了吧。 当人小三, 天打雷劈, 年纪轻轻做什么不好, 要当小三。 呸, 不要脸, 看样子像是怀孕了, 孩子真可怜。 有个这样的妈? 乔一听到人群中的对话, 猛然看向我的肚子, 眼神阴森寒凉, 如同利剑一样, 似乎要穿过我的肚子。 你居然怀孕了? 怪不得阿泽不愿意和我结婚, 原来是因为这个贱种。 我本能地护住肚子, 心生胆寒, 你要做什么? 乔一咧嘴笑了, 既然是贱种, 那就不该生出来。 你个贱人, 有什么资格生阿泽的孩子? 乔一突然变得狂躁起来, 大声尖叫着朝我扑来。 周围都是人群, 我刚想闪躲, 人群中却有人拽住了我的胳膊, 打死小三。 当小三人人得而诛之, 我动弹不得, 急得满头大汗, 想要挣脱却无济于事。 去死吧。 乔一争鸣的五官在我眼前放大,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眼泪也随之流下。 对不起宝宝, 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想象中的疼痛没有袭来, 我被一个人抱住。 睁开眼, 看到夏清户在我身前, 乔一被医院的保安控制住了。 夏清心有余悸地看着我, 你没事吧?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吓死我了, 我要是晚来一步, 你怎么办啊? 我的眼泪也随着夏清的关心, 倾泻而出,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乔一还在不停地挣扎, 嘴里不停地咆哮着, 贱人, 你个贱人, 你会不得好死的。 方依依, 你的孩子也会不得好死。 小三的孩子, 就是个贱种, 贱种。 夏清迅速起身, 朝着乔一狠狠扇了一巴掌。 你算个什么东西? 是你自己不要顾齐泽的, 一一替你照顾了他三年。 现在, 你眼看顾齐泽好了, 又跑回来逼他们离了婚, 到底谁才是贱人。 乔一被扇的头偏向一边, 转过头眼眶通红地盯着我, 你还敢怀孕? 你居然还敢怀着阿泽的孩子? 你有什么资格做阿泽孩子的母亲? 方依依,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我没有理会乔一的诅咒, 双手抚摸肚子, 生怕他出现意外。 人群却突然发出一阵尖叫, 我抬起头的时候, 只来得及看到一柄利刃闪着寒光, 朝我扑面而来, 狠狠扎进我的身体。 阿泽, 对不起, 我留不住你, 也留不住这个孩子。 接着, 便是无尽的黑暗袭来。 我好像做了一个梦, 又好像是回到了过去。 特发性肺纤维化 是最常见的特发性监制性肺炎, 引起进行性肺纤维化。 症状和体征在数月至数年间进展, 包括劳力性呼吸困难, 咳嗽和细脸发音, 真是稀奇。 小懒虫今天怎么这么勤快了? 阿泽, 为什么医学生要要背这么多东西啊? 我要疯了, 谁让你当初坚持要和我学一样的? 倔得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后悔了行不行, 我不想学了, 不想学就不学了吧。 走, 我现在就带你去办退学。 我的手被一双温暖的手牵起, 骨节分明, 白皙修长, 看着那双手, 我又开始郁闷, 其远则。 老天爷真是不公平, 明明我才是女人, 却让你长了一双这么好看的手。 噗, 你的脑回路转得太快了。 面前的男人, 好看得眉眼笑盈盈地看着我, 握着我的那只手, 轻轻揉捏着, 淡淡地沉默相传来, 忽然就抚平了心头的那份焦躁。 好了, 等这次考完试, 我带你去海边。 我眼前一亮, 真的吗? 其远则摸了摸我的头, 满眼宠溺地看着我, 当然了, 我答应过你的, 一定会做到。 这句话, 他在下海救人之前也对我说过, 但是这一次, 他却没有做到。 海边的那个夜晚, 是我这一辈子过过的最漫长的夜晚。 考完试之后, 其远则果然履行了诺言, 带着我去了海边。 我光着脚, 牵着其远则踩着浪花, 沿着海岸线慢慢地走着, 一切都那么地美好和谐。 一阵不小的浪袭来, 我提前被其远则拉了上来, 才不至于被浪扑倒, 却听到不远处传来呼救。 一个小男孩被浪花卷进了大海, 他的小伙伴急得站在岸边大喊。 其远则和几个年轻人看到, 二话不说, 就要冲过去救人, 我拉住他不许他去, 他却拍了拍我的手, 没事的。 我很快回来, 你在这里等我。 我眼看着他下海, 眼看着他在海中起起伏伏, 眼看着他被浪花淹没, 我记得大声呼喊他的名字, 却久久不得回应。 最终他还是踉跌着回来了, 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出, 冲上去紧紧地抱着他。 但是自那之后, 其远则就开始发烧, 持续不断地高烧, 将他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枯萎, 整个人如同被吸干了精气一样, 躺在床上, 动弹不得。 我们的导师, 国内最权威的肺病专家, 用最沉重的声音告诉我, 是特发性肺部纤维化。 短短九个字, 如同一道道惊雷降临在我身上, 我翻烂了所有的医学书, 求遍了室内所有的医生, 却都只是拍拍我肩膀, 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 我跪在佛前忏悔, 如果不是我吵着要去海边, 那他是不是就不会下海救人了? 我的额头深深地抵在冰凉的地板上, 祈求上天怜悯众生, 让齐远则恢复如初。 可是, 医学没有出现奇迹, 佛祖也没有怜悯众生。 我深爱着的齐远则, 微笑着和我告别, 握着我的手, 告诉我他想做的事, 他告诉我, 那是他的梦想, 希望在他死后, 我可以为他完成。 我在长久的混沌之中醒过来, 刺眼的光芒之后, 我被一个人紧紧抱住, 有些熟悉的心跳声传来, 有那么一瞬间, 我有些分不清现实还是梦境。 依依, 对不起, 我猛然惊醒, 在一起两年, 还是无法适应的体温告诉我, 他不是齐远则, 他只不过是和齐远则, 有些相像的男人而已。 孩子, 我突然想起昏迷前的事, 顾不得身体的疼痛, 顺手伸向肚子。 万幸, 我的肚子还在, 我还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心跳, 眼泪不自觉地流出。 阿泽, 孩子还在, 我还没有逝去他。 顾齐泽坐在一旁, 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眼神担忧地看着我。 没事了, 一,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也没有保护好宝宝。 对不起, 我将手从顾齐泽的手里抽出来, 慢慢起身, 被包扎得严严实实地左剑传来剧痛。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 你的肩膀受了伤, 暂时不能动了, 你想要做什么, 跟我说就好。 顾齐泽起身, 将床头慢慢升起, 然后拿着温热的毛巾 帮我擦拭手心和脖梗。 我有些不适应, 清了清嗓子, 你不必如此,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顾齐泽的动作顿了一下, 随后便又若无其事地 继续手上的动作。 我叹了口气, 随他去了。 顾齐泽从没有像此刻这么后悔。 他看着靠着床头专心看书的方依依, 心中充满了后悔和无力。 他一开始只以为方依依是因为爱她, 才会对她百依百顺, 所以他开始心安理得地忽视她。 但是他却从来都不在乎, 他知道乔依回来了, 却依然对自己笑脸相迎。 他也听到了自己和乔依的电话, 第一反应不是生气, 而是安慰。 顾齐泽说不清当时自己是什么心情, 只觉得很生气, 不知道是因为他的态度, 还是因为对乔依的怜悯。 乔依回来的时候他是开心的, 毕竟十几年的情谊, 说不心动是假的, 可是顾齐泽发现他变了, 阴沉抑郁, 三句话一说就开始掉眼泪。 起先他还是会很心疼, 但是同一招数用多了, 便会让人产生厌烦, 他开始远离乔依。 乔依发现了他的犹豫, 以死向逼, 那种情况下, 顾齐泽来不及反应, 只能先顺着他的意思, 说出了那句话, 转身却发现方依依不见了。 他回到医院里面, 发现方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就是那样静静地坐在那儿, 甚至在自己提出离婚的时候, 都没有丝毫犹豫地就答应了。 后来乔依在他身边的时候, 顾齐泽总觉得自己的心底 好像突然出现了一个无底洞, 怎么都填不满。 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 但是他却已经习惯了方依依在自己身边, 他身上总有一种淡淡的沉默香, 总是能轻易地抚平他心里的焦躁。 而乔依身上却是浓烈的卡蒂亚玫瑰, 热烈且奔放, 人群中独树一帜, 耀眼夺目。 所以当乔依抱着他的时候, 他本能地推开了它。 乔依突然尖叫了起来, 你是不是忘不了方依依? 阿泽, 你以前是最喜欢我的, 我不允许你还忘不了他。 顾齐泽有些头疼, 他靠在沙发上, 手臂搭在额头上, 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依依, 对不起, 我不知道, 给我点时间。 听到不确定地回答, 乔依变得激动了起来, 你说过你会永远爱我的。 你以为方依依对你那么好 是因为喜欢你吗? 她和你是一样的, 你也是被她当作了替身。 顾齐泽猛地睁开眼睛, 攥住了乔依的手腕, 你说什么? 乔依眼神变得冰冷, 她的初恋叫齐远泽, 两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两年前因为救人出了意外。 巧合的是, 你和她的长相有气氛相似。 砰, 好像有什么在心里炸裂了一样, 顾齐泽好像被人攥住了脖子一样, 呼吸越发的困难。 她不相信, 但是乔依却给了她最后一击, 我发了一张照片给你, 你自己可以看看。 还有她们之前在医学院的导师, 就是徐伯伯, 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她。 顾齐泽不敢去求证, 可又有些不甘心。 难怪她会紧张她的身体, 可是对她在外的那些阴阴艳艳 又视而不见。 难怪她会在自己手术后 主动接近自己, 百般讨好, 却又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她原本想亲自去求证的, 但是看到她打来的电话时, 突然失声, 不知该如何开口。 站在她家门口, 却始终没有勇气敲开那扇门。 到底是谁把谁当成了替身? 阿泽, 阿泽, 方依依, 你到底是在叫我还是在叫齐远泽? 顾齐泽心里很明白, 方依依口中的阿泽 永远都不会是自己。 她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永远都是齐泽。 她真的好不甘心啊。 顾齐泽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乔一迟到去医院伤了方依依。 接到电话的时候, 她的大脑一片空白, 心脏忽然剧烈地疼痛了起来。 她不知道是自己在心痛 还是齐远泽在心痛。 她们之间, 到底是自己爱着方依依 还是齐远泽在爱着方依依? 顾齐泽站在病房外, 看着躺在床上的方依依, 内心说不出的后悔与无力。 夏青站在她身边, 声音略带嘲讽, 这世界上, 不是所有人都只围着你一个人转的。 方依依是人, 不是你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物品。 她无力地坐在冰冷的凳子上, 丝丝寒气从脚底而生, 心底忽然升起一个决定, 没关系。 即便你把我当成替身, 那从此之后, 我可以为你变成齐远泽。 从我醒了之后, 顾齐泽就像住在了医院一样。 夏青总是一脸鄙夷, 迟来的深情比草贱, 早干嘛去了。 我笑而不语, 依旧给肚子里的宝宝织着小毛衣, 看着一件件小衣服在我手中诞生, 幻想着宝宝以后的样子, 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 顾齐泽每天都来看我, 却不说话, 静静地陪在我身边, 替我穿衣倒水。 我偶尔道谢, 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着。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里打听来的, 她开始学着齐远泽的打扮, 模仿她的语气动作, 就连笑起来的眉梢眼角 都在尽力还原齐远泽的模样。 我冷眼看着, 可她却乐此不疲, 事后又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表情。 你不必如此, 你是你, 齐远泽是齐远泽, 你们之间毫不相像。 顾齐泽削苹果地手顿了一下, 随后又满不在乎地说道, 没关系, 我再想想办法, 我会努力的。 顾齐泽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她该怎么和一个逝去的人争夺, 她只能笨拙地用最原始的办法, 试图留住对方的心。 我不知道该如何劝解, 只好随她而去。 直到出院, 顾齐泽原打算来接我的, 可是我却提前出了院, 只让夏卿给她留了一张纸条。 顾齐泽, 我不欠你, 你也不欠我, 从今以后, 你我不必再见, 只希望你能善待自己的身体。 我不知道顾齐泽是什么反应, 我也不想知道。 我带着孩子回到了乡下老家, 我和齐远泽一起长大的地方。 我挺着肚子, 带着他到处走着, 一边走一边和说着我和齐远泽的事。 我们在这里一起长大的, 他那时候可真像个小老头。 我们在这所学校坐了三年的同桌, 一起考上了高中。 我们在这里交换录取通知书, 那天我们可高兴了, 因为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我在这座小镇慢慢走着, 回忆着我和齐远泽之间的点点滴滴。 身后一直远远地跟着一个人, 有段时间不见, 男人的身形看起来有些消瘦。 我当作没看到, 自顾着自己, 公园里散步, 超市里购物, 他也不远不近地跟着, 看到我拎很多东西, 就会主动上前帮忙拎着。 我们没有说话, 他在前面走, 我跟在后面, 他的脚步很慢, 一步一步似乎在故意等着我。 临近预产期, 我住进了医院, 顾齐泽每天都睡在病房外面的长椅上。 越到生产, 我的精力也越发不济, 晚上也睡得不安稳, 总是起来无数次小便, 我每次起来, 顾齐泽总会第一时间进来。 我从卫生间出来时, 他就等在门口, 我看着他的眼睛, 一圈浓重的黑眼圈。 我说过, 我们之间不必再见。 这是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 说过的第一句话, 却让顾齐泽红了眼眶。 我安静地站在原地, 内心没有任何波澜。 你不是他, 也永远不可能是他。 顾齐泽低垂着头, 眼眶似乎有些朦胧。 我会努力变成你喜欢的那个人, 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我笑着摇了摇头, 如果你变成了齐远泽, 那顾齐泽是谁? 齐远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世界上没有人能代替他。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再以这颗质为借口, 让我继续留在你身边? 顾齐泽心里很清楚为什么, 但还是不死心地想问一句。 我轻笑了一声, 眼里依旧没有任何情绪, 原先我是没有第二种选择的, 但是现在, 我有了。 说着便抬手, 俯伤自己的肚子, 以前我只有齐远泽, 后来他死了, 可现在, 我有了这个孩子, 至于你是谁, 你今后要怎么做, 都将与我无关。 可孩子是我的, 你凭什么替我决定了? 我忽然不再言语, 安静地看着他。 长久的沉默之后, 我主动伸出了手, 握着顾齐泽的手, 轻轻放在我的肚子上, 看在我曾为你付出的那两年时光, 我们好好告个别吧。 阿泽是个很好的人, 我相信你也是。 那我们, 还能再见吗? 如果可以, 不要再见了。 对你对我, 都是残忍的过去, 都不公平。 说完, 转身离开。 顾齐泽依旧守在病房外, 照顾我的起居, 同病房的人都一脸羡慕地看着我。 你老公对你真好啊。 每当这时候, 顾齐泽总会沉默, 而我则会笑着解释, 我们已经离婚了。 顾齐泽也不生气, 依旧默默地陪在我身边, 我劝了很多次, 他选择了无事, 我便不再劝了, 直到我生完孩子。 我躺在铲床上的时候, 腹部下坠地疼痛渐渐加重, 我疼到想要蜷缩, 却被人给按住了。 疼到恍惚, 仿若出现了错觉, 我好像看到了齐远泽, 我的齐远泽。 他就站在那, 还和以前一样温柔地笑着, 朝我伸出手, 白净秀长的手指, 温暖了我的整个前半生。 阿泽, 阿泽, 你等等我, 我别走那么快, 我快要记不住你了。 疼痛退去了之后, 顾齐泽悲伤的眉眼出现在眼前,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太痛了。 我竟然觉得顾齐泽和齐远泽之间有七八分的想象。 顾齐泽安顿好一切之后, 在一个深夜, 悄悄地走了。 或许没走, 或许只是没有让我看到。 我带着孩子去了南方的一个小镇, 这里我和齐远泽曾经向往的地方, 我们曾答应过彼此, 学成毕业之后就来到这里。 成家立业, 落脚安歇。 我抱着孩子, 在公园晒太阳的时候, 远处总有一辆车停在那里, 没有开窗户, 就是那样停着。 我带着孩子外出遇到大雨没有带伞, 也会有路人及时递过来的伞。 方思泽渐渐长大, 眉眼间偶尔会露出顾齐泽的模样, 我教他说话, 教他走路, 看着他上幼儿园, 带着他上小学。 那天有些小雨, 我撑着伞去接他放学, 回来的路上, 方思泽突然向后看去, 然后拉着我的手问道, 妈妈, 后面的那个叔叔一直在跟着我们, 他是谁啊? 我顿了一下, 握紧了方思泽的手, 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自那之后, 我接送他上下学的途中, 他总是频频回头, 却再也没问过我, 那个叔叔是谁。 高考前夕,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 依依, 我曾对不起你, 我知我这一生都无法再重新拥有你了, 指望来生, 可以最先遇见你, 知你苦, 懂你乐, 和你青梅竹马, 与你福获相依。 我没有回复, 但是心下却有些不安, 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高考那天, 顾齐泽没有来, 我却收到了一个快递, 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上面说明了顾齐泽所有的公司股份 都归我和方思泽所有。 另外, 还有一份死亡通知书, 顾齐泽在开车的途中出了车祸, 人没抢救过来。 我看着上面的名字, 久久不能出神。 直到方思泽走出考场, 我带着他去参加顾齐泽的葬礼, 指着灵堂上的照片, 告诉他, 这是顾齐泽, 是你的父亲。 全文完。